139東方日報 制7納米電腦晶片 2015年7月10日國際A30 本部綜合報導 美國電腦公司 週四宣布突破多年的瓶項 成功以7納米小的電晶體製造出電腦晶片 其體積比現時廣泛應用的14納米電晶體技術小一半 效能則是現時最強晶片的4倍 進度超越Tintel等競爭對手 有專家估計 晶片最快在兩年後作商業用途 研究人員展示多火新晶片 互聯網圖片 採用藉者Deport瓶頸 IBM 研究實驗室與格羅芳德半導體公司 南韓三星公司及紐約州納大學等伙伴 共同製造出全球首火7納米晶片原型 計劃總投資額達約234億港元 該晶片首次在重要部分 以藉者 取代順值 並破天荒採用極紫外光 Youth技術雕刻 Youth技術能否成功 將左右業界未來的研究方向 半導體業界過往平均每兩年將晶片密度倍增及效能加快 淡近年陷入瓶頸 電腦晶片龍頭公司營造 現正研究10納米電晶體技術 原打算明年面世 及被 IBM 爬頭 也可以搭乘